我叫李康兰 现在是在云南野生动物园 我所负责就是小熊猫的饲养管理 那你可以介绍一下小熊猫的特色吗 小熊猫它就是体型肥炎 然后就是说 完全都是中红色 嘴周围跟那个呼吸都是白色 它有那个蓬碎长长的尾巴 小熊猫你要生活在什么地方 一般情况下 它是居住在那个高海拔的 两千到三千的地方 要有那个就是说树木葱叶 或者是就是说有竹叶的地方 一般情况下 它就是那个早晨跟那个黄昏的时候活动 白天一般就是说 躲在那个就是说书上或者是那个树洞中休息 请问你第一次跟熊猫接触 有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来养这个小熊猫吗 就是怀着一种最兴奋又好奇的那个心情 就是说兴奋呢就是说看着这个动物呢既可爱 然后又温顺 就像一只那个小猫一样 就是感觉的第一感觉呢 就是想说是能够抱一下 但是结果呢就是抱不到 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可爱之处吗 它可爱就是说在它那个彩时和它那个睡觉 它睡觉的姿势一般就是像一个小猫 然后有时候会那个手准着那个头 看着比较那个比较可爱一些 就是在吃的过程当中嘛 它又是比较斯文的那种 然后就是说吃过东西以后了嘛 它又喜欢那个青蹄啊之类的 也是比较讲卫生的一种动物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衣服三餐 小熊猫它的材食主要是以那个竹叶 或者是那个嫩的那个树叶啊之类的为主食 其次呢就给它补充 就是现在人工饲养情况下嘛 就是给它补充一定的那个维生素啊 蛋白质啊之类的 就有那个水果 像苹果啊 莉芽啊之类的 因为这些就是说小熊猫比较吃一些 喜欢吃一些比较含点甜味的成分的东西 那它平均明明能够长到几岁 一般情况下小熊猫的情况 就是说年龄一般就是在十岁左右 可能就是说人工饲养条件的情况下嘛 可能年龄还会长一些 不要看 快点 吃东西